有警社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各位好 我是宇宾 2020年10月10号 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 新型违法犯罪工作 布计联系会议召开 部署当日起 在全国开展断卡行动 严厉打击整治非法开办 贩卖电话卡 银行卡违法犯罪 随着断卡行动的推进 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了 大批非法开办贩卖两卡的 违法犯罪人员 诈骗团伙的资金流通渠道 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就在2021年4月 丹东市宽电满足自治县公安局 石湖沟派出所 就成功抓获了一个 电诈邦信团伙 但是呢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起普通的邦信案件的破货 竟然还拔出了萝卜 带出了泥 2021年4月末 石湖沟派出所 接到公安部推送来的断卡线索 年初 在浙江义屋发生了一起 电信诈骗案件 一个小型企业的财败人员 被这个境外人员 以这个公司老板 莫名顶替的形式 诈骗了一笔四十多万的钱款 那么 这起诈骗案件的发生 又和远在千里之外的宽电线 有何联系呢 原来经过警方的追查 这笔被骗的钱款 打到了宽电级一个董姓男子的卡里 接到公安部的线索之后 派出所 随即对这名董姓男子进行研判 发现他当时就在辽宁本西活动 抓捕董某的公众呢 咱们发现这个董某呢 虽然年纪比较小 但是比较狡猾 这个董某一天 一天之内在本西小市这个县内 开了三间这个宾馆 然后居无定数 喂 我前台 二长有点事 最终 警方在本西小市的一个宾馆内 将董某抓获 而且在宾馆的房间里 还发现了董某新买的 六七双新款球鞋 这也很正常 因为他这个年龄段 小孩比较喜欢球鞋 但是每一段球鞋 价格都是很昂贵 一千多块钱